现在外媒报这个阿奎利诺 他这个被抓的一些细节 你看中方的高层 军队高层也在抓 现在看美国人也一样 外媒披露这个细节什么呢 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阿奎利诺 被美国宪兵士和FBI押运回美国 他说呢 是为了成功的押阿奎利诺回美国 美国国王部和联邦调查局出动 两个宪兵小组 一共是12人 全部配备最先进美食装备 与美国宪兵小组同行的FBI也是两个组 其实实战都是两个组 不可能一个组干 共计是8人 全部是FBI精英 两组一个组四个人 实际就是两组 其实任务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主要是为了确保任务百分百成功 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 两架阿帕吉武装直升机 直接飞到美国太阳海军基地捉人 阿奎利诺呢 被8名鹤枪实弹的先兵 直接押上直升机 沿途FBI特攻围成一圈防御 这哥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是吧 外媒透露说直升机飞回美国 一个秘密基地 阿奎利诺直接被押上 在此守候多时的8辆军车中的一辆 8辆中的一辆 这哥们要政变啊 就是随即8辆车呼啸离开 说呢 阿奎利诺已经被押到了美国光部 那么美国的这个高官 太平洋舰队最高司令官 突然被宪兵FBI押回美国受审 这是外界非常吃惊 美国动用这么大的阵仗 抓这么一个人 阿奎利诺的问题 其实看来是非常大的 犯的错误肯定非常严重 那么咱们一定是第一时间 要把这个详细的情况搞到 其实这个正常来说 应该是撤换 对吧 你如果要是让这个人不干了 应该撤换掉 对吧 但是不仅仅是直接撤换了 他是抓人了 要将其从日本押解回美国受审 而且呢 还叫停了正在进行的黄海军演 这个备受关注的美韩 这么重视的军演 最终是草草收场 这显然和美国筹划 这次演习的野心背道而驰 唯一解释 可能就是突发事件 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故 美国接连出现 这种动作 那么背后一定在释放一些信号 就背后怎么样原因 对吧 有什么内幕呢 对吧 日本多家媒体现在报呢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 去月18日就被美国先兵 从日本押回国了 五角大陆方面没有任何回复声明 和中国是吧 一样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阿奎利诺在短时间内 从印太司令部司令的高位 变成一个准备受审的嫌疑人 这可能 第一点就是此前人也交事件 近期的黄海军演有关 可能都是阿奎利诺自己自作主了 最终导致美国陷入相当尴尬的危险境地 也就是说实际是这一些战争罪犯 咱们说这些军人 其实就战争罪犯 他们在拿整个美国国家利益 在赌博 日本不就是玩的赌吗 所以那些原来的非常牛逼的军人 最后必须当铁子养 迈克阿瑟 是阿克里诺的精神领袖 精神偶像 所以你可以想想 迈克阿瑟干的事情不就是赌吗 他其实瞧不起亚洲人 确确实实可以说 美国内部有非常强大的一个鹰派力量 那这个前段时间人爱交里边 还记得那个美国的霍华德号 那个有一个日本裔的 还记得吧 他违抗舰长 他违抗美国光布命令 主动进入南海局势 还记得吧 那很显然会不会 大家一个舰长 他有这个能力吗 会不会最终是因为阿瑞利诺下的命令 所以最终这起事件 所有的责任 是由这霍华德号的驱逐舰舰长 叫伊川建制 他背了 那很显然一个舰长 是不可能有这个胆量 悍然进行可能导致中美冲突的行动的 这个背后显然和印太司令部 司令约翰 阿克里诺脱不了关系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美国人当时已经发觉 中方可能要真的动手了 就在人爱交可能真的动手了 那么美国人发现不对劲 立刻转停了 其次呢 就是这次美国军方高调进行所谓的黄海军演 反正我在人爱交的时候 我是从内部了解到解放军事 那次是准备直接动手的 清 直接清掉 所以现在看呢 这个美国人可能真的是 这个高层啊 非常愤怒啊 就这个底下的啊 没有没有执行力啊 没有执行力 而且不专业 还有这次美军高调进行所谓的黄海演习 整个过程中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啊 这个就不像是美国政府要来嗅鸡肉啊 几艘破船就在这晃 震慑中国潮这事啊 本身对吧 你应该那至少应该十几艘吧 或者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阵营 对吧 那么怎么看 现在看这一条破船都不像是要来示威的 最终闹了个草草收场 这不是国际大玩笑吗 那显然这种 就种种激昂表明啊 这种行动绝不是美国国防部啊 或者美军高层啊 他们认可的 这个可能华海军演确实只是阿葵利诺自己 自己主张啊 弄了一帮小弟在这晃 因为这个避免让美国高层 迅速察觉嘛 所以呢 才没敢掉太多兵力啊 可能就是想着以美国啊 来吓唬中国啊 还有就阿葵利诺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对华强盘派啊 他这个很多时候都非常极端啊 公开叫嚣嘛啊 就很显然就是一旦遇到中国的战舰啊 他说是东方的战舰啊 其实他对黄总人非常不屑的 他会毫不愈的将其击沉啊 在人爱交黄海演习中也表现出了 他其实是想挑起冲突的啊 那么现在被美国匆匆押回国啊 可能也是啊 美国害怕阿葵利诺搞出什么大的动作 难道他是这个王呢 难道他是普利格金 是吧 要政变啊 总之这几件事啊 也说明美国政府现在还有美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分裂 对吧 就是鹰派人物啊 试图将整个美国当赌注啊 拉进前所未有危机啊 而美国政府呢 虽然对外态度非常强硬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理智的啊 就是他不想啊 把国运堵在这么个事上 是吧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美国政府内部严重的斗争啊 洗牌 从整体局上看这两件事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啊 他实际那这个理性派啊还是占胜风的 对吧 那美国军队内部和美国军工复合体已经开始脱离美国政府掌控了 就是他们要打啊 就要打 而且呢美国政府现在看啊 已经被反噬了啊 就是他也没有能力更强能力控制 啊 所以咱们要明白 咱们现在面对是两两个美国人啊 两只美国人啊 拜登政府呢 算是在阿克林诺搞出大事之前啊 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但是对于美军内部啊 不听号令 包括号战 你看那俄军啊 你看那个瓦格纳 跟那美国人其实很像啊 所以咱们对美国人啊 千万不要放松啊 就美国政府其实没有办法根治这种问题 就像俄罗斯军队也根治不了这个问题 像日本也一样 这要是拜登政府啊 没有办法来管理好军队 大家想想未来印太地区真出大麻烦 假如中国真的就和美军在人海要开伙了啊 那这个这个是美国人 至少美国这一代人是没法承受的啊 美国下一代人他不用承受 因为他已经是没了 和和平了 对吧 全世界人也是被和平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代价太高啊 就是这帮战争贩子为了自己的利益 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获利啊 所以他看着欧洲那边天天打啊 这边天天获利啊 这边呢 美国人现在啊 写一箱在亚洲挑战 所以咱们中国人现在必须要小心啊 美国内部是有一批想要跟中国开战的啊 这帮军方人员的 我们在就行 我们下了 我们下了